這條是很普通的 Parsal Variation 它就說分成了兩部分 一部分就是Variate as L 另一部分就是Variate as square of L Square 即是L square 好了,那Part A,先把V 就是 K1L加K2L square 接著把數字代上去 那就是10K1加100K2 就等於30 然後呢 15K1加15square 即是225 就等於75 那就可以按 Sim simultaneous program Program 1 118-30 15-225-75 計算到 K1就是-1 K2就是0.4 所以這個V 就是-L 加0.4 L Square 那現在去到Part Point 它就說這個V 是大於等於30的 那我們就把上面那條色 又要大於等於30 變回了一條 就是Cordative inequality Generals form 然後呢再按 Formula 01 沒有1 Formula 01 0.4 -1-30 我先出了兩個數字 抄下 就是10和-7.5 好了 那你現在要大於等於0 大於等於0 即是說呢 它要Above to X axis 所以這兩部分 這兩部分就分別對應 負7.5的左邊 或者10的右邊 偶滑 因為分開所以用偶滑 L小過負7.5 或者L大於等於10 但是L呢 是什麼呢 L是一個 Length來的 它的單位是Cm 所以L是不可以小過一個負數的 但是呢 未做完的 你還要把這個L大於等於10 和一開始 它這一句說話呢 就要Combine的 那即是說呢 我們現在呢 就要L大於等於10 and 這個 還有你要把這個Combine 那如果你不太熟這個Combine 你可以畫一個數線 在一個草稿紙上畫 那首先呢 就畫了這個 L大於等於10 那即是說呢 它是 這樣 接著油橫色 然後呢 另一個呢 就是這個 橙色這個 那它就是介乎5和25之間 那它會被這兩個數夾住的 那我們做and呢 是看重疊顏色部分 那重疊顏色部分 就是又有橙又有啡 那就是這一部分 這一部分呢 就是介乎10和25之間的 那所以呢 最邊的答案呢 就是 L就會被10和25 去夾住了